之前要399的顺风手表 这次便宜了 转型的橙色 配件也是非常完整 首先是手表本体 然后有一个公牌 公牌还会亮 不过这东西没有用 只是快递员少个码用的 说明书 皮套 有一个二合一的充电线 就可以同时充两个type-c的设备 就这俩 另外还有一个绑带 户外充电头 这个是2.5A的 还有一个小绳子 它其实是挂公牌的 挂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机制会破解好给大家 它是一个安卓9的系统 内存可以看到3GB 然后处理器呢 就是这个MT6761 四个核心啊 12纳米工艺的一个处理器 然后储存方面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 看这儿 可用储存是23.68GB 戴在手上呢 就是这种感觉 那可以拍摄前方的景物 那么咱们之前有测试过 用它来刷视频 上网冲浪都没问题 那当然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游戏模拟器 我们跑起来 撕断顺滑 而且这个屏幕的数字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像什么GBA之类的 街机之类的 都可以顺畅运行 还可以啊 稍微有一点点卡 当然PSP的话 就连战神 它跳针都可以顺畅的游玩 可谓是挺不错的 移动的时候呢 没有卡 仔细看这个画质 还是相当不错的 装备吃 技能一加 跑起来了 没有问题啊 非常的顺畅啊 地图呢 点一下地图也能看到 对吧 很顺畅 机制配置呢 是一个3G的内存 加一个32GB的储存 更加夸张的是 就连元神 它都可以登录进去 以一个电竞帧数来游玩 你去找个怪砍一下 哦 一砍怪 就稍微有一点点卡 稍微的 那么它呢 其实是一个小电话来的 你看 这个卡槽拔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装一个电话卡 那它的四合人群呢 就是那些 平常工作的时候不方便用手机的 诶 看看这个手表就可以的 那些 当然你如果要买回去把玩把玩的话也行 不过啊 就是如果纯粹是好奇 就买来玩一下 那300多块钱还是不推荐买的 毕竟也挺贵的 这是呢 有个源头厂家 一手货源找到我 说最后还有300块低价处理了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店铺 大熊秀游戏房 来 看一看这个产品 300多的价格 这样的一个大屏手表 还是一个比较不错 比较有性价比的产品吧 OK 那么视频给大家 希望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哦 拜拜